前几日邓超现身华表讲现场 静照的他显得很沧桑 精神状态不是家 对于这个原因有网友给出了答案 原来邓超是为影片影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从增肥到暴瘦导致脾气很暴躁 直接影响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 虽说影这部作品没有太大的票房 但是口碑还是受到观众们认可 在片中邓超作为主角 要分别是演两个状态亮相 一个是瘦弱的 一个是臃肿状态的 为了这两个形象 邓超先是增肥了二十多斤 吃了不少的美食 描生成为名副其实的吃货 吃胖后完美的演绎了影片另一个自己 随后又紧接着开始疯狂减肥 不吃油腻的只能以素菜来维持 甚至有时候素食都不能吃饱肚子 这种幻念我像很多人都难以做到了 看着旁人丰富的饭菜 看着别人大口吃肉大口喝酒 自己饭菜不仅不合口味 就这样还要少吃或者不吃 为了拍戏为了演绎决策 邓超忍耐的底线彻底被击垮 在拍摄期间脾气变得非常暴躁 就连孙力都说那段时间自己都很害大 都开始召开邓超 此外抱收拾的身体一度难以支撑 需要人来搀扶 对于这个角色 孙力很担心丈夫 很惊疼他 作为演艺圈知名的人物 邓超和孙力这对明星夫妻身受追捧 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平易近人 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着淋漓尽致的演技 有着非常敬业的精神 这也难怪他们的事业越来越成功 一次再次的收获每一千日 孙力在微博帅出邓超为拍戏减肥暴瘦的照片 和增肥减肥过程 邓超受到泪固突出 令人心疼 从72kg的标配到83kg的肌肉男 又从83kg变成63kg的排骨男 看完成SR整个人都震惊了 好好的邓超怎么变成排骨男了 差点没认出来 过度的不健康减肥 最终会有许多的隐患 作为一路看着邓超走过来的孙力就爆料 因为过度减肥 邓超期间发生了这些后遗症 减肥减到人没有了能量 大夏天需要穿秋衣秋裤 袜子睡觉 期间还多次血冰生病 消化系统失调 暴受那段时间战斗战不了 需要人搀扶着走路 孙力则当他的管杖 还有因为太极道治脾气暴胀 孙力表示 邓超见到他都只能找到走望 游峰峰表示 饿的时候脾气真的很差 心疼你们太敬业了 天涯瘦成这样 过程简直触目惊心道 先给不熟悉新片的读者介绍一下背景 影中一人风式两脚子于何静周 影视作品中确实经常有一人风式二脚的需要 不过一般情况下两个角色只是性格不同 身材相貌确实相差无几 这回可不一样了 邓超需要先增击20斤 然后再减从40斤 在这部电影中 子瑜是一国嘟嘟 父亲在人时被自杀身亡 叔叔为了保住家族血脉 从他8岁期就为他找来一个长相一模一样的替身名叫静周 经过长期的秘密训练 由静周在台前抛头露面 子瑜在背后运筹帷幄 根据人物设定 影子静周见状紧拔 身姿撒爽 儿真声却形容扑稿 瘦骨灵群 异负营养不良了样子 电影先集中拍静周的戏份 为了更像一个武士 邓超在开机之前至少花三个月的时间来健身增机 从72公斤长到83公斤 必须强调的是 在同龄男星纷纷长出幸福的小肚男的同时 邓超的身材一直在线 这是他16年底在微博发的打篮球的照片 胳膊的肌肉线条一刊就是长期锻炼的结果 这样的身材还要再继续增机 只能靠狂吃狂练了 三个月内要增重20斤 也就是说 邓超需要吃36吨火锅 42次夜宵每天还要忍受来自健身教练的折磨 邓超残叫胳膊发力的时候 两条腿都跟着再抖三个月的地狱式训练结束后 邓超终于在竞足前顺利练成竞周 看看这一身的剑子肉 是不是隔着皮肤都能嗅到荷尔蒙的味道 可是拍完竞周没多久又要拍子鱼 但因为不能让剧组等他健身的时间 而他两个角色拍是中途有剧组转长的半个多月空隙 所以他大多数的重量都是在这期间前的 为了演兽古灵循的嘟嘟子鱼 他在20天内暴瘦40斤 一天一公斤的节奏 也就是比他原本的体重还要再少20斤 1米8的身高减到63公斤左右 谁说只有女人为了漂亮不要命的 男人认真起来更可怕 这回合巴邓超越惨了 因为不能靠锻炼 只能成了了什么可乐米饭大盘鸡 蒸足奶茶方便面全部拿走别客气 他严格遵守营养师的食谱搭配 你连续半个月每天收入不超过800卡路里的热量 800卡路里是什么概念 成年人正常需要吃1600卡路里才能维持基本体力 800卡路里约等于3 2个馒头或2、3杯奶茶或5根火腿肠或1 8包薯片或2包辣椒的凉 请注意 是或不适合 这还不是最狠的最少的一次 邓超一天只吃了2个鸡蛋 邓超每天就吃这些东西 后来他日到走路都要靠孙丽扶着 两天掉1公斤 连以上自律的孙丽都在微博喊话 让网友劝劝他收手 可邓超是出了名的戏疯子 怎么会放弃 到了减肥后期 邓超开始出现感冒、低血糖等症状 甚至硬到过六次看他这随时都会倒下的样子 网友们都大呼心疼 即使身体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他也没有一次犯规多吃 60天后成功减虫四十斤 抬起胳膊整个腹部都要回去了 肋骨根根分明 外面只剩一层皮 这是他最壮的时候和最瘦的时候的对比图 就发生在半年之内 别看邓超平时狠皮 他演起戏来是相当认真 很多阴影评人批评国内一些不敬业的演员时 总是喜欢用安米尔捍卫折据据换胖兽举 胖兽对演员的影响不仅仅是外形那么简单 否则只靠化妆和特效就可以了 体型会影响整个人的精神面貌 健壮挺把食自然气欲不凡 瘦骨凌循时连年绳都变得让人害怕 邓超曾说过 我们不能光看外国人在电影中可以这样做 我们也可以这样做 这次他真的做到了 不用替身 不用CG 张艺谋也对邓超赞不绝口 两个邓超有很多通关系 邓超的敬业大大增加了戏剧的真实张力 这是特效做不到的 小编只想说 超哥实在是太敬业了 娱乐均为角色瘦身的不止邓超 还有很多明星都让我们很敬佩 我们的男朋友彭于燕 绝对是万千少女心中的公认的完美身材到可在拍摄翻广吧 阿信石本身就坚实健身拥有完美身材比例的他人觉得自己的身材不够体操运动员 为了塑造好体操运动员的形象 坚实每天训练12个小时 练了6个月 吃了8个月的睡主餐 最终达到体质6% 刘浩然之前为了拍戏 一下子瘦了20多斤 本来就不胖的他瘦了20多斤后 瘦真只偏扔到据他所说 自己为了减肥 有一个多月没碰过晚饭了 当然不止男明星 女明星的前期费来更是让人佩服 杨子为了角色竟然断食 大家吃东西的时候 就杨子夺在车里不赶出来 生怕抵挡不住美食的诱惑到他的减肥 终极目标是90斤 为了减肥曾经7天完全不吃饭 之后每天一顿饭加大量运动 食物颠瘦了20斤 张艺兴就吃水煮牛肉 鸡蛋白 蔬菜沙拉 不加盐 沙拉可以加一点橄榄牛 不断健身 大量喝水到曾经被叫做小笼包的成严席 为了减肥之吃鸡胸水煮菜流失失 为了减肥也是够拼 五年不吃主食 看来明星们为了保持生财 为了抉择真是REALP 再来说说减肥 确实不能太过度 毕竟身体还是最重要的 如果因减肥将身体搞垮论 如果因减肥将身体搞垮论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